威武我国!中国4万吨攻击舰令敌军丧胆 突围解放军海军071型登陆舰 中国海军战力一直在不断增强,目前虽然已经逐渐赶上世界的强国,但是在某些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海军的重要程度就不必多言了,因为在南海和东海我们都有非常大的海域需要巡逻和保护 在海军的战舰中,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了辽宁号航母,另外一艘也接近海市了 在驱逐舰方面,我们也有最新的055大驱,在补给舰方面,我们的呼伦呼吉也属于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补给舰 而在登陆舰方面,我们的071型船物登陆舰也是拥有超过2万吨排水量的 但是有一种舰船我们周边国家已经有了,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是空白,那就是大型两栖攻击舰 图为日本出云级直升机航母 美国目前已经拥有两款性能较强的两栖攻击舰,总数已经超过10艘,虽然最先进的美丽尖级只有一艘,但是其整体数量还是远远超过我们 日本的出云号,也是同类型的,其战斗力也是非常的强悍 我们国家自己的两栖攻击舰也是在建造中,其最大排水量可达4万吨,这个吨位已经超过了法国的核动力航母了 最新型的两栖攻击舰据说命名为075型,它可以一次性装载30架直升机,它的垂直打击能力,有效地填补了071型船物登陆舰留下的短板 因为071型船物登陆舰排水量较小,首页它携带的直升机数量是有限的,搭配我们4万吨的攻击舰则可以对敌方进行立体登陆打击 据专家介绍,该型战舰将来可能要建造4艘以上才能满足我国的需要